好 中秋白露前10天 略岁文旦又农 这周期陆续进行采收的工作了 那么今年由于天候影响 果率低产量也下降 不过农民田间管理的技术提升 有效掌握文旦的糖酸比品质风味 相当受到市场的青睐 早收农民才刚刚采收入仓的文旦又 才刚此水就已经有不少的果分 或者是旧与新枝来下定 农民表示这是好的开始 时期入秋文旦又尚未采收时 就已经收到订单的瑞穗文旦又农 现在正式进入文旦又的采收期 工人徒手采摘小型意义 黄绿色果皮 正三角果形的文旦又才刚采收入库 还没包装 就有消费者到场选购 这料得稍微 就是因为它没吃水 农友通常我们都会挑时间长 那因为我们今年订单有早进来 所以我们就挑火熟的 你看它皮已经黄了 有没有 它这个颜色已经转色了 这就是我们用灯鞋灯鞋 就能办 一开始就配合花铃农改厂 投入文旦又早收技术生产的 文旦又农林承雄 现在栽种管理的文旦又圆 也全数已早收栽培技术管理 今年受天候影响 灼果率低 不过由于天间管理性技术的应用 充分掌握住文旦又糖酸笔 先采先吃 风味品质更胜以望 因为采收的时间因为下雨嘛 总是没有办法做采收 这几天开始继续找了 在做采收 采收的动作相对的 应该就是有买卖的教育 当然还是希望我们 各大企业能够支持一下 我们花莲的文旦 因为今年的品质非常的多 目前我们花莲这边的文旦又的品质 经过这几天的雨水 其实我们的文旦的水果的口味 包括它的果汁力 还有它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 这几天看来出太阳了 渐渐的开始再做一个回升 然后产下的文旦的品质 大概做到在11、12 甚至有好一点点 可以到13点 其实还蛮稳定的 在国人饮食习惯 产量大以及市场有限的情况下 文旦又国品产销 年年受严苛挑战 除了今年花莲文旦又 渴望重新打开大陆市场之门 农民更期待 国内企业团体及国人 都能多多支持 选购台湾优质的文旦又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农业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 再次报道 小姐 毕竟 小姐 小姐